我也还在路上 我叫李其中 是从201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 然后现在已经在清华园 度过了八年时光了 研究生期间呢 我是航院的硕士研究生 主要的研究方向呢 是这个医工交叉的方向 在2019年 刚刚到航院 成为航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我就接手了 介入手术机器人的项目 并且也因此走上了 医工交叉的这一条研究道路吧 正是因为在医学领域 运用了一些航天的理论和技术 最后才能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完成度和效果 从一个新的侧面 新的角度 去重新认识了航天这个领域 所以既参加了抗议 但是呢 也更加坚定了我的航天共同 我研究交叉学科 最大的收获 是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可以打破传统单一学科 不识卢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我觉得清华人这三个字在我心目中 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是集体 第二个是担当 在当时我作为院系的学生会的 马杯负责人的时候 也是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然后和全系上下大概几百号 运动这个体育口相关的同学 还有老师们一起攻坚克难吧 最后拿下了那一年的小马杯 还有那年的大马杯的亚军 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影响 一方面是让我理解了集体主义的重要性 那一方面是让这个马杯精神 或者说这种体育精神 成为了我后面这么多年 科研学习生活的一个动力之源吧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担当 在清华的这八年时间 也承担了许多的紧急的任务 然后一些项目等等等等 让我觉得 这就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然后也是老师学校对我的勇气 清华自强不惜获得在屋的孝顺 让我勇于去面对自己未曾尝试过的事情 去接受自己曾经不敢面对的挑战 而清华行圣预言的孝风 所让我拥有去拥抱未知的勇气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 我的专业是航天航空 对我来说 最遥远的地方就是清晨大海 但也是我最接近的地方 所以清晨大海的颜色就是我这些年在清华的生活的底色 未来我会去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工作 所以我希望能以一名航天人的身份 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自行的事业中心 在清华这八年时间 见证了学校的110周年的校庆 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 清华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建设成为更好的世界一流大学 听起来的 感谢观看